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走过去 但他在树上什么也找不到 只有椰子 就对树说 你永远不再结果枝了 那棵树就立刻枯萎 门徒看见了十分惊奇 说 这棵无花果树是怎样立刻枯萎的呢? 耶稣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信心 不怀疑 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 就是对这座山说 移开 投到海里去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都必得着 那耶稣他在世的这个末端的日子 他就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 那么当他进到圣殿的那个时候呢 他发现上帝的子民对信仰已经变质了 他没有敬钱的外表 却没有敬钱的心来敬拜上帝 当时耶稣呢 他就做了一个举动 他赶出所有在店里面做一切买卖的人 推到那一个退换赢钱的人的桌子和卖格子之人的凳子 耶稣教训他们说 经商记着说 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 你们到时他们成为了贼窝 那因着利益的关系 这些经商在买卖的上呢 不诚实 退换赢钱的又产生了纷争和宴缘 所以在这个店的外院呢 又发现有瞎子 有妾子 有弱势的人呢 有他们一大堆的需要 但是却没有人伸手帮助 人在当中没有喜乐 没有和平 看不见神的祝福和神的荣耀 但是在那时刻呢 耶稣却充满了怜悯 他马上呢 就为他们行了神迹 那当时的这个祭司长呢 和文士非常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有孩子们 他们称颂耶稣 要耶稣赶快呢 遏止这些孩子们 不再唱称颂耶稣的这一些的诗歌 那么耶稣呢 就使用诗篇的第八篇第二节 回答他们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怎么会不明白这些小孩子赞美耶稣呢 他们就是呢 来赞美神的作为嘛 可见呢 以上呢 上帝呢 耶稣他就做了一个和孩子们 所赞美的话语的这一句话 其实呢 这个圣殿的重心 也就是神的心意 就是上帝 他的重心就是上帝 赞美耶稣的心就是神 重心也就是神 结果后来呢 耶稣在 责备了这一些文士和这一些 经学文士的这个祭司当中呢 他就离开了 当他离开 他就与这些门徒呢 往伯大尼去住宿 各天早上 耶稣他饿了 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叶子非常多 但是没有果子 耶稣就立刻对这一棵树说什么呢 从今以后你永不再结果子 树就立刻枯萎了 这是耶稣呢 他对这棵树的一个咒诅的一个 马上立刻看见的神迹啊 耶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一棵树呢 就代表了以色列人 当时他们就只有长叶子 不长果子 所以耶稣严厉的说 若不长果子呢 就会遭受毁灭了 难怪之前他进到圣殿里面 他却把这一切的不满的事呢 给推翻 所以耶稣呢 是在说有外表 而没有耶稣基督的内涵 他并不是要注重外表 而是要注重我们的生命 到底有没有基督的内涵 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以色列民 和我们这一般跟随主的人呢 能够多结果子 成为万民的祝福 就好像以赛亚书27章第6节 他说 将来雅各要砸根 以色列人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可是呢 在耶稣在这里所看见的 并不是这回事 以色列民根本心中没有神 心中却远离神 也弃绝了耶稣 因此在马太福音的21章43节 他说 我告诉你们 神的果要从你们那里取去 赐给那能结多果子的外族人 因为将来呢 信靠主的外族人 会更多的结果子 成为神的荣耀 因此呢 耶稣就把他的方向 转向哪里呢 转向这一般 将要为主 迎娶外邦人的门徒们说呢 要结果子 并要结多果子 要对他有信心 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属灵生命的扩张和成长 那当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叫做大山离开 再难 再难 也必会离开 意思是说呢 问题再大 问题再困难 也可以以信心 相信神呢 神 必定会来为我们 成就一切美事 所以今天 我们所看见信心 就可以使这个无花果树 这个枯干 叫它枯干 就苦干 叫我们的信心 因着信心 而叫教会 可以得着复兴 也会看见 教会复兴 因着信心 也可以带着 社群得医治的释放 因着信心 我们可以斥责 黑暗的势力 让我们得释放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以耶稣基督 来信靠他 信靠他 我们看见生命 群体 社会 国家 可以转化的 一个神迹的能力 在我的结论 今天我们信主 也许会有一段的时间 也许我们也要审查下 我们自己是否已经 活在一种 外在的这个形式 或者模式里面 我们不是在 靠宗教的一切 形式或这个模式 得救的 我们要以悔改的心 来信靠耶稣得救的 若我们只看重守节 我们看重守经文 我们看重守这个圣餐 守聚会 守时 守对或错等等 若没有与耶稣基督 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 生量 并不会成长 我们就会等于一颗 有叶子 但是却没有果子的生命 其实这样的生命 并不是 耶稣 所要我们做的 当我们 多结果子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经历 那丰盛的生命 我们能够经历 神满满的神迹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